在最近扩大需求促消費 成為了今年經濟復蘇的 一大主旋律 6月8號有多家國有的大行 相繼地宣佈下調存款利率 今天又有消息透露 多家的股分支銀行 也將會從下週一開始 跟隨下調部分的期限存款利率 那今天我們繼續和中行基金的 首席經濟學家鄧海青先生 來探討分析 鄧先生您看 銀行的新一輪的降息潮 這會不會加速來刺激 居民消費需求還有投資的意願 存款利率有沒有進一步 下調的空間 還有就是貸款市場的報價利率 LPR您覺得還會下調嗎 是的 我們已經觀察到了 就是中國目前就是國有大行 包括這些股份子銀行 其實都出現了一個 在負債端持續下調 存款利率的這麼一種動作 那麼這個動作的背後的原因 其實主要是在目前 中國的這樣一個疫後經濟復蘇 還算是比較疲弱的 應該說就是基礎不是特別牢固的情況之下 那麼金融機構如果想要更好的浪力 就是實體經濟 扶持實體經濟的這個輔輸 那麼可能要進一步的降低貸款的成本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對於金融機構來講 進一步的降低存款端的負債力的成本 是有利益在貸款端的話 像這樣一個就是實體經濟的浪力的 第二個角度的考慮 其實是目前中國的居民儲蓄力 確實處在了一個過高的這麼一個問題 那麼怎樣能夠有效地促進 中國的居民儲蓄能夠轉化為 資本市場的投資 以及轉化為就是消費 那麼這兩個可以說 降低存款的這樣一個固定利率水平 是有利完成這麼一個轉化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覺得目前 中國的這樣一個國有大行 存款利率的下降的多次下調 其實已經能有的空間 也已經不太大了 那麼LPR方面呢 既前面已經多次下調存款利率 那麼為了我覺得不太排除 就是央行下調LPR利率的這種可能 這個市場的預期也已經比較充分了 尤其是在在線市場上 那鄧先生 目前來看 其實各種措施都在希望引導之間 從儲蓄端進入到實體經濟 或者說消費端 您認為後續對於引導居民消費意願 是不是有更多的良策呢 消費端裡面 如何把居民的儲蓄轉化為消費 以及轉化為投資 那我自己個人認為 其實是有三個方面 是可以作為一個抓手的 第一個的話呢 其實是可以發放一些 經濟消費券 特別是比如像現在在支持 放開澳台三太的這個政策情況之下 那麼其實對於很多的 願意搖騰服裕等方面 需要的這樣一些家庭消費開支 那麼政府其實應該可以更多的 經濟消費券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 那麼第二塊呢 其實是加強的話呢 就是中國對於新能源汽車 特別是崇建章這方面的一些 就是一些這個建設 那麼成為使得這樣一些 就是綠色出行的新消費 那麼這些東西的話呢 可以成為更多普通大眾的這個選擇 那麼第三個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的 其實是中國的機民的消費啊 在未來裡面 我覺得資本市場的穩定 其實是有一個非常關鍵的意義 那麼未來如果說中國的股票市場 在穩定情緒的以後 那麼會產生非常明顯的這個財富效應 那麼這個對於恢復 對於恢復中國的這個整個市場的信心 以及產生財富的這個傳遞效益 應該來講都是一個非常好的 這個政策的方向 所以未來下半年 我覺得中國在整個的政策裡面 其實呵護中國資本市場的這個發展 對吧 促進中國資本市場的繁榮 這個可能會成為 未來中國經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抓手 那鄧幸這次國有大行 針對美元定期存款 也根據不同期限 還有不同規模同樣有所調整 您認為這是否有利於穩定 在最近我們看到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呢 還有就是對今年下半年 人民幣匯率的走勢 您有怎樣的預判呢 今年可以說特別是在二季度以來 由於受到就是美元 這個債務違約事件的 這個債務上限事件的影響 那麼同時呢 加上一些規务銀行擴展事件 成功使在國際上的整個 就是避險情緒是比較濃厚的 在同時的話呢 由於美國的非能就業數據超益期 所以使得美聯儲加息的 這樣一個概率在上升 那麼這都導致的話呢 在今年二季度 美元有一個持續走強的 這麼一個特點 導致人民幣的這樣一個貶值 那同時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央行的這樣一個調整 就是美元存款利率的行為 那客觀上來講 確實有利於穩定人民幣匯率 當成根本上來講 就下半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 其實開始取決於基本面 我們論為下半年 隨著中國的經濟基本面的 復甦的這個基礎 進一步的加固 特別是消費的復甦 以及的話呢 就是這樣一個出口的 對吧 就是一個一個就是加固 然後包括一些基建的這個投資 就是下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 相對於就是歐美國家的 這樣一個經濟沙退意義來講 那麼其實是明顯有比較大的 基本面的優勢的 那麼這個呢 可以說會成為 未來中國人民幣匯率走強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持 所以我們預計啊 今年下半年30季度 其實中國人民幣匯率的話 會重新回到6到7 時間的這麼一個範圍內 那鄧先生在近期 一系列的經濟 金融數據 後續都有所滑坡 後續是否可以更期待一些 有針對性的 刺激性的政策出台呢 目前這樣一個中國的 就是李翔總理啊 他也有一個明確的定位 將在目前整個來講 中國的經濟是處在一個 復甦的勢頭 是良好的勢頭是存在的 那麼但是的話呢 就是復甦的基礎是不牢固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那未來中國的這個 特別是在國務院這個層面 肯定會有一些比較多的 穩經濟的這個政策出台 其實我們比較意氣 比較強烈的話呢 可能是這麼三個方面 那麼第一個 可能還是在於就是消費 那麼在消費裡面 其實有兩個比較大的抓手 一個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的 是新能源汽車 那麼新能源汽車的這個 輔車政策 國務院已經出台了 第一步的政策 那麼未來可能很多是在 地方政府 特別包括像一線城市啊 新能源汽車的牌照的 進一步地放開 那麼這個可能對 這個新能源汽車的 這個消費的鼓勵 其實是有非常大的益處的 那麼第二個呢 其實是我們可以看到 是年輕人的就業的救助 那麼其實現在中國的消費 相對 特別是年輕人的消費 比較低迷 跟年輕人的失業率比較高 有很大的關係 那麼未來是一個 中國的這個年輕人 在未來接下來的 在政府的幫扶之下 就業率的回升 那麼輸入的提高 那麼這個都會使得 下半年的消費需求復甦 會增加進一步的動力 那麼第二塊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是房地產 那麼房地產 目前來看 是市場的疫情 是在政策出產裡面 是比較強烈的 那麼最近也有 比較多的一些傳聞 那我們估計呢 其實未來針對於剛需 包括一些很多的 城市的這個新的棚改 這個方式 那可能會成為 資深下半年 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裡面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那麼這些政策可以說 可能都會對下半年 中國經濟的這個走募 包括消費的復甦的話 會產生一個正面的積極作用 好 今天特別感謝 鄧海清先生來到節目當中 給我們做出的解讀和分析 這是一個